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的星位 Master 我看他下这个星大飞是最高的布局了 毕竟他出来下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也就是六十盘棋 那么并不代表他就可能就只会下这个布局 也许他就是有一种心情想把这个布局练得很熟练 并不代表他别的不会下 Master还会有心情啊 他可能就是也许也有计算机这个程序员对他一个设置 就是你最近就下这一套布局也是有可能的 哦 是吗 因为你毕竟这个六 他也算是公厕啊 对 毕竟六十局这个量还是太小 就光这个我觉得重复的布局到这里应该是见过好几盘了 对 然后这个职业棋手大部分还都是搬起了 对 心情上确实也要搬 但是我记得那个好像应该是彭权老师说的吧 他觉得这个搬是有点问题手的嫌疑 他觉得不是很大 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 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是说反正以我们的水平不知道这个搬大不大 这只能说这个就是从思路上连贯了 这样我紧住你的气了嘛 对吧 你不理我就搬 你不理我 你不给我面子 那我就搬过去 这是人类的惯性思维 但是从计算机的思维的话 就会去考虑 这种旗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所以彭权提出来这个思路 我觉得也是可以借鉴 他就说这个搬价值不一定大 就有时候不要以心情来下棋 但是怎么去 这个班究竟大不大 其实也不是说 哪个棋手 很简单就能判断出来 不是哪个棋手 能够一时半会儿的说明白 这需要大量的实战 这就是怎么讲 这就是那个MAS的厉害的地方 他每盘棋 他可以不停地在这拆局 每天就下上半盘 对吧 那就很容易把这个棋 到底正确在哪里可以走出来 像之前我看过好几盘 大家都这么想 这盘棋 这个重逢时 他是走在这里 上半好像孟太林还有断的 对吧 没走这个直接断的 对 孟太林还走了这个 对 所以其实 他们还有跳的 对 其实人类的高手 也在看MAS的下来 每盘棋 他也在琢磨 我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哪个地方 但是毕竟 从研究量上来讲 跟MAS不是一个级别的 重逢时 这盘棋 应该还算是比较早对局 他也不一定知道 MAS是机器 我是觉得这部长有问题 您觉得这个有问题 还是想出头 不然这个被封起来还是太大 是吧 对 万一死了 是吧 对 因为这个已经 扳倒一下已经便宜了 因为本来你这棋要走是长的 扳倒一下 你就只能打了扇 那么你这地方 你的气有点紧 等于你 你这棋 要轮你走 你不是长 你是跳 白棋挖粘了一下而已 所以扳倒一下 其实已经便宜了 我觉得这个 在长就稍微是有点偏激了 就是有点 长有点缓 本身这个价值不大 那边已经被限制住了 对 被黑极飞 这飞白棋只能 做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气势上 就已经有点不太舒服 嗯 黑极飞 这黑极的调子很好 嗯 也很巧 就是 呃 走到这儿以后 黑极这个挂脚 大部分职业写手 都选择三件底夹 这有什么 必然联系吗 我觉得没什么必然联系 也许 就是 就是 就是怎么说一种斗气啊 就是 觉得 哎 上一盘 比如说 孟太林下这个书了 我要用这个布局 来替孟太林报仇啊 就是人类也会有这种想法 会吗 那也就是说 他们也有可能是研究过 对 那些起局之后啊 而且本身三件地夹 也是有段时间 就职业持有比较喜欢的下法 下的比较多 对 当然这个三件地夹 你要说是 绝对的一手 肯定谈不上 就是 对 它就是下多了 就是 人类也在跟这个机器较得近 嗯 对 好 这个就是 肺气正常的 把脚给剁掉 对 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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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现在是直接点在这儿 哦 点一下 就是 其实也没什么必然性 哈哈 点不点就不所谓 大致 大致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嗯 把其间回去 嗯 点一下 反正它不亏 嗯 然后现在黑棋 捞控 捞控 手势地 嗯 大致飞在这儿 就这部棋 滑墙也有点小 一个关子是吧 嗯 我觉得那个 那个边明显 要走的话 应该是先 先那边走 先走这边 他是怀疑这个安危 还没有保全吗 还是 也有可能 他是不是觉得 这地方不活 还是怎么着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 不应该理了 如果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的话 马斯特应该早就来了 所以就不应该怕了 这个 这个就是 明显 如果没有死活 你这部棋怎么看得太小了 这不行 嗯 反正这部棋 我是不太能理解 这个白棋 为什么会下这部棋 嗯 好 现在 黑棋是 对 上面这个有了 黑棋有了跳 再打入太严厉了 白棋那边就势必就形成了苦战 啊 再打入这个 你看可以看到 计算机这个 在掌握主动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凶狠的 嗯 对 嗯 白棋盖住 黑棋搬出 对 白棋只能弃掉那个子 啊 这其实已经是非常 非常被动的一个下法了 那个子就无疾而终的死掉 嗯 那这时候呢 呃 白棋拖到脚上来 嗯 他是想要攻击一下黑棋脚上保卫 是吧 反正也是 不会下了 反正白棋肯定是也是不会下了 不知道该下什么 但是这几部棋下 下完呢 我觉得又是亏了 啊 总之这个 白棋这盘棋呢 我觉得发挥的 很有问题啊 我觉得是很有问题 一个这个长是一个还手 这个飞也是见小 嗯 那边的下发 也是不太能支持 这个白棋下的 好像全都下的不在点上面 嗯 不知道是不是 当天的状态出了问题 啊 或者还是往棋 可能下的比较随手一点 对对对 往棋跟 现实的比赛 是完全不一样啊 而且这种 是 您是觉得那个白棋下的不好 就这重逢时 非常不好 我觉得下的 刚刚跟前几盘来比的话 这盘棋下的是非常不好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几部棋的表现 我觉得甚至都觉得不像是职业的 哦 是吗 啊 因为我觉得下的太一般了 也许 当然也有可能他本身是职业棋手 但是就是说 他当时下往棋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来比赛的 这是想放松来的 对对对 他确实 他一定是职业棋手 因为他是P号 P号就是职业棋手 对 但他因为这时候 他确实不一定知道是master 对 还有一个 你以为是随便下个往棋 对我今天就是想上来过两盘棋影的 对吧 想放松一下的 但是没想到对手那么强 当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是不行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从这个 这一串的表现反正下的是很不好 到现在为止 这个局部其实应该来讲白棋又亏了 这个虽然说灰了得了一点地 但是黑棋得到更多 那个黑棋后 有白棋那三个字 就要陷入一个极大的一个被动 整个这一片都黑压压的 对啊 就这三个孤零零的白子 你说我是要还是不要呢 不要的话太大了 要的话就苦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说实话 就说这时候输掉已经 已经一点都不过分了 配棋 可不可以看看master最后怎么的表现 非常非常清楚地控制住这个局势 好 那就接着压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你看他就是你看他永远是控制在外线 而白棋在里头 这个我们注意看这个master好几盘旗 它这个方向性啊 特别的精准 你看他走在外线呢 控制的路线很多 而你呢 全然里头居住在这个小的范围里面 那么你所得的利益就一定肯定更少 对 是的 白棋这个活的简直是苦不堪言 两眼做活的感觉 对 几乎 一尖 白棋呢 做活之前外头挣扎两下 是没啥用的 几乎没什么用 沾上 一起就補一个 打吃了一下对吧 对 然后没用还得做活 然后黑机把这一补 下到这基本就可以说起局就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 差距太大 你这一时 二时 这块不到四时 白棋全板 五十多一点 嗯 黑棋呢 那个脚就接近四十了 哦 这加上这已经 这已经五十了 哎 接近五十了 这还有一片 就奔着这个棋 就奔着输二十目以上去了 肯定输太多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站的战役 白棋 自从这个飞 走到这个飞 以后被黑棋打入 这个战役 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这个黑棋工両全部控制 这这个 就不需要仔细的点目 就能知道这些因素飞了 所以 这般其 白棋表现得不是太好 它就是从哪里开始表现得 尤其不好呢 嗯 这个 反正这个长和飞 我觉得都是 都缓 都是大问题 这个飞应该是大问题 这个长是 也是有点疑问 但飞一定是大问题 飞完以后 其实说实话 那棋已经不好下了 但是 只能说就是白棋 这个下法是肯定是不好 但是你走别的 估计也是输 那只是输多输少问题 因为这个是明显亏了更多 但那个时候已经要差了 不太好下了 当把这三次导入孤立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它整理好了 对 那时候已经是输飞了一个状态 飞的时候这个骑 别说是计算机了 就是随便一个职业骑手 应该就舒服出去 因为这个差距太大 那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一代和这一代 对吧 对 这个是一个布局的问题手 这个就可以说 这个可以列为败招 后面那些呢 只是说 只是说表现不好 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下 你那棋已经下不赢了 就是吧 嗯 好的 那这盘棋呢 我们也就不往下继续摆了 我们就先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